受到疫情的影响,新北市议员钟鸿仁则运用网络直播的方式 期盼和好友以及地方的相亲现场互动 而议员表示,直播可以避免群聚染疫的风险之外 更希望透过网络直播不同议题的讨论 将新庄介绍出去,让在地以及外界对于新庄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新冠肺炎疫情病毒无所不在 为了避免群聚造成感染的风险 新北市议员钟鸿仁则是善加运用网络直播方式 期盼和好友及地方相亲现场互动 为大家解决你提供的任何宝贵意见 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生活形态都有一些改变 那现在实体的活动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民众,尤其很多好朋友都要避免群聚 所以有一些要见面的机会都变得比较少 所以我们想说透过那个网络直播可以来做现场的互动 因为就是直播,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上线 事实上他也可以来表达意见 我们也可以同时第一时间就来做回应 钟议员表示,看准国际通用FB脸书的功能 提供使用者的社群服务网站 不仅可以透过文字讯息还能够视讯和情友及众人进行及时的互动 所以每周五均有不同议题的讨论 希望能够将新装给介绍出去 让在地人及外界对新装有进步的认识与了解 我们选择的议题当然可以很多元 目前是以聊新装,因为在新装聊新装室为主 但这个范围也不一定是只有我们新装的好朋友可以上线 因为你知道FB脸书是国际性的 那一开播只要你点进来 新北市远中红人几乎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是认为这个网络的力量是很大 这项网络直播固定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准时上线 如果民众有任何想表达的意见 欢迎您透过网络视讯和中红人在空中见 记者黄又贤新装报导